所以我们想到佛法 如何再延续下去 这大问题 如果没有真正修行人 学术这样子延续下去 都编织了 佛门有一句话说 佛法无人说 虽知莫能解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什么人说呢 开悟的人说 要大彻大悟 明心坚信的人来说 那就一点错误我有 为什么 佛法是自信流出来的 坚信的人 自信是一个 所以他知道 他不会把他讲错 中国列代祖师大的 都是开悟的 才能读书 没有开悟的不能读书 现在开悟人没有了 所说的 所著作的 都是自己的意思 所以黄年族这个方法好 完全用经论来解释 这个经文 不敢用自己 我们相信 黄年老不是普通人 他为什么这么做 做给后人看 后人要读书 用这个方法 可以 用自己的方法来读 你的负责人 那件事 错下一个字的专语 多五百事业 多五百事业护身 古人有这个例子 不能讲错了 讲错的时候 多少人就修错了 这个太可怕 所以没有开悟之前 一定 要把自己的愿望 求开悟 求开悟 求求得定 这个经好 为什么 他标的很明白 求什么 求清净些 求平等些 最后那个专语就开悟 清净是定 平等也是定 应戒得定 应定开悟 啊 这是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他在经上讲 摄放善事 一切菩萨成佛 没有例外 统统走这个路 戒定会散许 戒是什么 守规矩 什么规矩 有门甚入 常识寻修 读书千遍 其意自见 这是规矩 你不守这个规矩 你不能得定 不能得定 就不能开悟 这不能不知道 所以 这第三月 这是正苦了 成佛了 身到极乐世界 就等于成佛了 那成佛才由 自母真经自身 不成佛就没有啊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身同居度 下下平往生 也是自母真经自身 这是世方世界 没听说的 完全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弥陀对众生的恩德 太大了 众生怎么报 好好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暴风 只有这个方法 能报 除这个方法之外 没有任何方法 能报 放开你的 那我们要全心全意 把佛法介绍给大家 特别是这个方法 为什么 这个方法 你能成就 保证你能成就 其他方法 不能保证 断烦恼 太难了 这个方法 带夜往生 带着烦恼 去往生 容易 人人都有份 只要你正看 老后人的话 很有味道 常常说 天下无难死 只怕心不穿 最后再不去 真的不难 只要专心 专心就不难 砸心就难了 样样度相续 样样度相好 这就难了 他老人家一句佛号 真容易 真不难 我们要学他 紧紧抓住这句佛号 一切事 一切处 佛号可不能丢掉 口里不念 心里念 要养成这种习惯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小薄月 concise 请不吝点赞